上升或者太陽射手座香港人又叫任馬座 在農曆四月的自身整齊雲細 我有很多東西 我現在都要一路跟著script在這裏 一路在這裏剔 因為其實我的script是雜亂無章 我有些甚麼想到就馬上寫下來 所以它又不是一個list form 所以我要在這裏慢慢剔 好了 首先 如果最近這一個月裏 最近這一個月裏 你們是有開始去學一些新的語言 或者跟一些新朋友通訊 甚麼朋友 甚麼年代 現在怎會有人做這些事 或者你們是 可能下載了一些新的軟件 可能是一些媒體的軟件 但坦白說我的確是有 我要多謝一個粉絲 他的名字叫The Secret 對 因為我之前 你記不記得我有一個帖 我還未公佈了 今次星雲的遮瑕 真的很自亂 他教我下載一個APP 哎呀 叫甚麼名字 Canvas 好像是 他就說 你可以嘗試用這個去做一些媒體的東西 正確就是 我就下載了一個新的APP 對嗎 或者如果你們最近在經營一些頻道 可能是YouTube頻道 或者是要做一些廣告的東西 這些東西一直都會進行得很好 但是去到甚麼時候會半途而廢呢 去到6月中左右會半途而廢 記住要堅持 好 檢查 接著 也是恭喜大家 就是說 我相信疫情都令到很多人的 日常的行程都打亂了 很多的健身都關掉 然後又有很多 甚麼令 做運動呢 是真的受到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做健身的朋友 包括我 我都肥了很多 還有有時疫情又不是經常出街 好 接下來的農曆四月 會做運動的 這是保證的 還有當你做運動 讓自己配合的話 是可以試半功倍的 好 接著第三樣 就是說 小心會有急性的疾病 尤其是去到月尾出事 所以 呼應上一個訊息 就是說 希望你可以先去做運動 令自己的抵抗力增強 還有放心 這是一個急性的疾病 而不是外在的意外 因為你說 如果做運動 是不是因為這樣 可能跌倒或跌倒 不是一些外在意外 皮外傷那些 而是身體內來的疾病 尤其是月尾出事 所以你現在看完這條片之後 開始做運動 增強免疫力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預防性於治療的辦法 也同時 如果真的沒有事沒有趕 我都建議你去看醫生去做一些條理 或者一些驗診 這樣就可以幫你應了另一個劫 就是說你會有一個比較大消費的劫 因為農族四月都比較容易破大財 如果花一些錢 但是真的有用的 落自己身上 還有說真的 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這樣就可以幫你主動 應了兩個劫 第一個是破財 第二個就是身體健康方面 你會有些麻煩的 唯有你去看醫生就是麻煩的 你又要預約 要去等位 接著 又是在尤其月尾的這個時段 就 喂 對不起 我要給一個成證 當我任何說月尾 其實我是在說西曆 西曆五月尾的尾 雖然這個新聞是根據新月 即是說農曆四月 但是當我在說內容的時候 我就全部會說西曆的calendar month 麻煩注意一下 同時來到西曆五月尾 嗯 跟某一個人的關係就會開始明朗化 OK 那 或者是來一個一刀了斷 我當你跟你的exy 有些偶斷絲連 那你們現在 去到月尾時份 終於可以決定究竟是在一起 還是再見不是朋友 或者一些 你跟他一起冷戰 很討厭的人 那你們也可以決定究竟是否原諒對方 或者是從此是他走他的陽關路 你走你的獨木橋 或者是一些一直在談合作的對象 決定簽約 但是喂 又要小心 如果是簽約的話 最好趁水星應行之前做 因為這次水星應行是在雙子座 它會特別影響一些你去簽約的動作 那還有 如果是曖昧著的話 那也都是決定究竟你們那條路怎麼走 但是如果是愛情的東西 那其實就會比較正確的 就是說如果你跟你的exy 偶斷絲連 那就很大機會 我會說八成你們會在一起 還有一些曖昧的人 也都是八成你們會選擇在一起 instead of你們互相parting OK 還有從此 就是你們這次去做這個決定 那個影響性是很久的 可以說是一生一世的 真的叫做 即是如果你們有些人決定 分別的話 即是有些分別的話 是真的可以去到生死不想往來的 OK 但如果有些人決定在一起的話 那就會是 是余交刺失 是一個很長的period 所以 去到月尾時分 一些敢密的人際關係的決定 是有一個非常長遠的影響性 而 again 如果牽涉到愛情的成份 一些情感的成份 八成都是會合而多過離的 OK 又檢查一下 接著 還有 農曆四月裏面 就和一些泛泛之交的人 OK 就會變得越來越親密 是可以成為一些很親密的朋友 或者 又或者 都是一些外人的人 OK 這些所謂泛泛之交 可以是你的同志 可以是你的同學 可以是一些朝見口晚見面的 普通平常人 可能你們真的每天坐同一輛車 每天去同一個健身 OK 坐同一個電梯 是的 或者甚至是一些家人 更加是朝見口晚見面 那你們接下來的關係 會是更加親密的 而這個很重要是因為 你自己射走了 你終於肯去打開心扉 這裏也是呼應了我剛剛說 月尾會跟一些人的關係明朗化 要麼一得理論 現在是更加親密 但是如果尤其是有一些情感關係 就是會 八成是感密 而做一個結局的 那都是幾圓滿 是不是 好了 尤其是 Family OK 接下來 跟家人的關係 會變得幾好 因為呢 你開始會去 家人對你的重要性 他們很多東西是幫到你 例如 如果你不幸是病了 他們會照顧你 OK 如果你養寵物的話 他們又會幫你去照顧寵物 或者你照顧寵物 如果你是病了 或者很忙 照顧不了寵物 他們又會幫你 很多時候 他們在生活 會給你很多的解決 你就會覺得很感恩 說起寵物 今個農曆四月 又有養寵物的魂 不是 我説有養寵物的魂 但是我希望你們是領養 而根據星象 見到你們九成九都是領養 instead of 買的 OK 又說回家人那裏 如果你們 有些人很忙 他們又會幫忙去 煮飯給你吃 諸如此類 或者甚至你要去搬屋 它又會幫你忙 所以其實 任何家庭裏面 本身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真的可以在農曆四月 尤其是月尾時 真的可以在農曆四月 但是尤其是在西曆五月尾時 是可以解決到的 那就先說一聲恭喜 OK 其實說到現在 即是如果要去我本人身上 因為我是太陽社所做的 其實我都大概猜到 這個會是哪個家人 Anyways 繼續說家裡的問題 喂 接下來又很棒 接下來如果你是想搬屋 想租地方去買樓 因為 木星 在現在五月中 會入一入雙魚座 OK 所以 接下來有兩個月 去處理這些家庭事務的問題 或者一些新居 搬遷的東西 都會是非常漂亮的得心應手 還有尤其是如果 你本身的家庭裏面 是的 或者任何家庭裏面 有一些關於水的問題 漏水啊 滲水啊 潮濕啊 都可以是趁現在 打後兩個月去解決了它 嘩 好長啊 好長啊 這條片 是十二星座之館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呢 最後一個就是講工作了 來後來為了工作要賺錢 甚至如果是學生的話 為了學業 都會有一種厭倦 特別如果你是從事一些比較神聖的工作 一些要有高尚 即是一些很崇高 即是我們經常覺得 哎呀是一些很崇高的職業 或者一些你要很用理念去行頭的職業 例如教育啦 OK 或者是一些救人 消防員 來後你的工作會出現危機感 因為一些職業疲勞 那我曾經聽過一個比喻 不是說比喻 我曾經聽過一個比喻 我曾經聽過一個比喻 如果一個人去萌生了一個興趣 你做些什麼是可以打消了這個興趣 去騙殺了他這個興趣 就是你叫他發展這個興趣 但是你給他錢做 或者你要他去考試那些事情 那樣東西很容易明白 例如小朋友 本身喜歡學音樂 那拉音樂 很好聽的嘛 但是當你要迫要他去考級 甚至要去重複 在這裏去鍛鍊的時候 那他就會有一個厭倦的感覺 還有有時 當你去做一 即是有時你與工作與娛樂是開心的 但是如果那個錢肯定是越來越強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一點點厭倦 這個也是職業危機感 在這個農曆四月是很容易見到的 甚至慘一點的話 是你為了職業上的上進 例如升職 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 那這樣東西呢 是會很衝擊到你自己的一個個人道德底線的 OK 好 跟著 還有 就是如果 你們農曆四月 你們會做一些好人好事的時候 其實 但是在這個過程 你經常都會有一種 你會有時有一點點利欲分心 你真的會覺得做這些好人好事 但其實我也想得到其他的回報 但是 在這裏真的奉勸大家一句 真的 那句叫什麼 講到後面 私一莫忘報 這個才是一個最大的福德 希望大家共勉知 然後 然後 工作 即是會有一些道德危機感 但是 說回 在一個現實層面 會很忙的 尤其是 如果你是 非打工 收正職的人士 即是 自顧 OK 或者如果是找工作的話 那就恭喜 因為 接下來會有很多 新的工作機會 那個荷包 都是會總帳的 OK 如果你想請人的話 可以請什麼人呢 可以請 親戚 OK 有沒有血緣關係都可以 就算是遠房生息都可以 或者是經由家人介紹的人 他們都會幫到你 但是 如果你要去 簽這些新的人 去達成新的契約 我希望你趁 五月 西曆五月尾 水星逆行之前 去搞定這回事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b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坦白說 我塔尖亂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 我不是透過 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 尖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